我教三年級 我剛剛開封印尚的 應該跟這本書好像很適合 我現在可以用的 剛才聽了Emily的分享 如何用這本書去介紹封印尚 或者一開始對於封印尚的概念 可能是有關分分的部分 書中我記得是很豐富的 首先要選擇什麼尺寸的薄餅 都涉及到有少少在Division入手 是說如何關分的 但如果是用另一個形式去寫這個關分 就好像變成212那些 如果從Division那邊又可以交換到Fraction的模式去介紹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再加上這本書其實是很色彩的 它有很多就算是很簡單的數字也好 即是就算是1、4這些 它都是很色彩的數字 然後又有一個圖案 這個圖案又變成好像1 這個定型色是不同顏色的 1、4這樣去介紹 其實那個Visual的那個 令到學生是很有視覺的衝擊 我覺得是可以令到它更加深 所以那個印象就沒有那麼容易 就會變成什麼1、3或者是寫其他東西 所以我也挺喜歡這本書 其實我自己教的時候 就自己做了一個故事 但如果想試覺元素再強烈一些 我覺得這本書就可以幫到很多手 因為Make-up Story可能就是很難做得很漂亮 其實看影片的時候 可能就會獲得多些東西 因為其實是真的有個老師 他展示如何用這本書去教那個Fashion 那整個課堂 不是整個課堂都看完 但是它中間某些Clips那些位置 都可以看到可能是 其實他可能在講這本書的中間 他就已經滲入一些Mass Concepts在裡面 即是他可能中間就可能已經說 那個Fashion 已經弄到少許那個Fashion是怎樣讀 然後又例如1、4 其實跟1、4的那些東西又很像 是一樣的 滲入一些Mass Concepts在裡面 然後又可以弄到很多Mass Language 但是他又不只是指這件事 他是會講情義的教學 又怎樣分辨 但又很有趣 又要找回Mass in Pizza去哪裡 即是整個課堂 其實我猜學生聽上這課堂的時候 一定都會是很有興趣的 首先Pizza他們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又好像有得選擇 選擇什麼題目 然後會很投入這個課堂 由老師的Demonstrate 其實都可以令到 可能看的其他老師都會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增加學生的興趣 可能會大膽些去嘗試用Story Telling這個方法 另外除了有興趣 其實Mass Concepts都滲在裡面 都可以做到我們平時想要學生 想得到的那些概念 還有他們是說什麼 怎樣均分 就是Share Equally 這件事 其實在Fashion裡面是很重要的 如果那個部分 你不是一樣Size的話 其實你就不可以用Fashion去代表 因為一個One Hole是要Equal Path 你才拿多少部分 才用Fashion去代替 所以就有興趣 又可以帶到Mass Concepts 就會令到可能老師就會覺得 都會有些動力或者是 夠膽去試一下用這個模式 其實本書它在很多個位置 都可以停下來去講很多Mass Concepts 但是我自己的關心就是 例如我們這個題目是說Fashion 我要很專注於Fashion的部分 所以未到Fashion那些部分 可能是故事性就賴過 可能是涉及情義教學 可能涉及其他的 subject language 那些東西 可能就賴過 然後去到很Mass的部分 就拿出來放大它 這樣去再講Mass Concepts的那些位置 我自己覺得教學相像 因為始終沒有一個人 即是老師 其實他很難每一堂都是很完美的 永遠都會有些位是可以 如何下一次做得更好些 可以看到有同工 他做了一個 即是未必是最完美的 但是他有一些亮點 即是有些值得學的地方 其實是可以參考 然後可能利用自己的想法 就改良一下 或者是符合自己學校的文化 或者特色或者其他東西 改一些 然後就apply到自己的學校去試一下做 我覺得是互相觀摩互相參考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很好的項目 令到自己都可以有進步 是的